不法集团利用保健品的包装做烟护 企图满天过海将毒品走私到我国 但最终还是被关税局官员识破 期货88公斤市值1760万令吉的可卡因 关税局总监拿督扎主理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该局速毒组于8月1日晚上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空运货舱 充公4个申办为保健品的大箱子 发现里面装满995罐的品装保健品 但品类却怀疑是可卡因的胶囊 他说这是不法集团首次用保健品的名义申报来运读 空运题单上所填写的收件人和公司全都是假资料 造成该局难以追查 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被逮捕 上周六在印尼四水因为心脏病发去世的 马来西亚宇宙前国首颜德才 遗体已经由西日国家队队友不见解带回吉隆坡 家属为他在富贵生命馆摄灵 西日国家队的队友和教练 以及大马鱼总代表今早都前来吊咽 林唐两旁也放满了亲友送来的花圈 和他从12岁开始就成为朋友的李宗伟 在送上的花圈写着涌在怀念中 显见他对好友离去的不舍 颜德才的姐姐颜岳斯表示 家人已经慢慢接受他的离去 也很欣慰有一群好朋友和他的好老板 协助打点一切 颜岳斯表示会坚强地走下去 传承弟弟的一切好事 也会带弟弟好好照顾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